来 请 一天一天 团舍离 生到幸福 感情的家 会有好事发送 哈喽 影片不是让你坐着看 而是让你在整理的时候 可以当成背景音乐 让我的声音可以陪伴你 更有动力 快点动起来 动起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收纳幸福 廖迅 廖哥 今天呢 我要来跟大家说书 有没有觉得我好像很久没有说书了 对不对 最近啊 我收到很多很多大家的 不管是在我的podcast啊 YouTube 或者是在我粉丝专业私讯我 跟我说 我的不管是podcast 或者是直播等等 放着当背景音乐啊 真的很有动力 甚至哦 我连跟韦中哥的直播 那算直播吗 就是上广播的节目 都可以放着听 这样都很有收获 所以我真的觉得啊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书啊 如果你觉得很棒的话 你可以去买来自己看 尤其是像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 它叫做 《理科先生焕然一心整理术》 我刚开始在出版社 就是要介绍我这本书的时候 我想说 《理科先生》 稍等一下 理科先生是我知道的 那个理科太太 医炸前夫 理科先生吗 不是啦 我以为理科先生是怎么样 也跑去做收纳了吗 不是 原来这本书啊 它的作者叫做 Komaki Kubo 就是这个作者 是一个女生 但是 她本人呢 很不会收纳整理 她小时候啊 大家就会一直念她 说房间那么乱啊 然后书桌那么乱啊 什么一直念她 对不对 她都当成耳边风 讲真的啦 我感觉哦 绝大多数的小时候 没有人是会真理的 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 就是只会在旁边一直念 她说 房间你收收了啊 房间怎么这么乱啊 你玩具都不收啦 就是很凶这样一直骂你 可是 她其实没有告诉你 执行步骤是什么 她没有告诉你怎么做 所以你真的是 怎样都没办法 所以我们一直被骂之后 我们真的也只能当成耳边风 我就没效啊 我就不会收啊 不就是这样吗 结果她也发现哦 她自己书桌很乱 头脑就会很乱 当然有一句话是说 什么书桌很乱 然后你就很有创意 是这样说没错 可是如果可以 你要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让你的书桌东西少一点点 你其实比较能 好好去做你要做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书桌乱 对不对 你有创意OK啊 可是重点是当你书桌乱 你要有一个桌面 或是一个小小区域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先整理 那先整理就会花你很多时间 所以你就会更烦 她自己的书桌很乱 整理之后又复乱 就觉得啊 浪费时间整理 反正每次都会乱 那就给她乱好了 我觉得这也是 绝大部分的人会有一个想法 我怎么收都会乱 那干脆就给她乱就好了 而且她也认为 没有大人教我怎么收拾 所以最后到我长大之后 我就变成一个 很容易用乱的人 那我也没办法 结果呢 她结婚啊 生了一个小孩 然后跟她的老公 一起生活的时候 她就会在想 我很想要有一个 干净的 像杂志一样的生活空间 可是我真正的家里 却是里面很乱 让我很心烦意乱 所以 她就开始买很多收纳箱 我觉得这也是 大家的一个劲头 当你家很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哎我要买一些收纳箱 来放这些东西 结果她的东西 越累积越多 就用到越来越多的箱子 后来啊 她就觉得很奇怪 只要 越重要的东西 比方说 扑阿啦 印章啦 很重要 我要找一个 厉害的地方 把它收好 结果等她真的 想要用的时候 会发现 要求我的东西 到底收在哪 我怎么忘记 有没有发现 越重要的东西 越容易忘记 很容易失忆 你明明觉得 毕业证书很重要 你明明觉得 这一个保单很重要 你找了一个 很安全的地方 把它收好 到最后 你真的需要收 你完全想不起来 那个很安全的地方 在哪里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等到她一直找 一直找的时候 发现天色已经暗了 然后就觉得 更乱了 真的是回不当初 最惨的是 当你家里乱 你的小孩 就很容易把东西用坏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 你家里很乱 然后你觉得 哪一些东西 已经很重要 不能 弄不见 或弄坏 偏偏 你只要这样想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会消失 或者是说 更容易用不见 当你的小孩 又把你的东西 踩破啊 弄坏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 自我厌恶 就觉得 要死我 我到底是在干嘛 整理成这样 也没有什么用 反正就会 很讨厌你自己 然后胸口 就会一阵的 闷气 就会觉得 哇塞 我身为一个太太 可是我家里 没有打理好 我真的很抱歉 但是 这一个想法 我要跟大家讲 身为一个太太 没有把家里 打理好 很抱歉的这个想法 其实是 不应该这样想的 因为 家不是你一个人的啊 如果说你是单身的时候 你家里 就是收得很不错 但为什么进入家庭 你就收纳不好 一个很大原因是 这个家是 共同拥有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人的东西 所以 请大家不要沮丧 你没有把家里弄好 不是你的责任 再来 他的主角出现了 理科先生 他的先生呢 是一个工程师 就是一个理工人 所以他不喜欢 做事没有效率 所以呢 就想要学习 收纳 收拾的这个原则 家里 不是妈妈 一个人的责任 你什么东西 没去你也找你妈妈 对不对 找不到东西啦 然后 家里很乱啦 或是家里很脏啦 或是 怎么没东西吃啦 今天要吃什么啦 全部都找妈妈 你是想把你妈逼疯吗 对不对 家里真的不是 妈妈一个人的责任 如果可以 请你想一想 这个家 你也有住 你要不要分摊一些责任 你的东西是你的 凭什么你要去找你妈妈要呢 对不对 你的房间很乱 为什么又跟妈妈有关系呢 我真的不明白 对不对 这本书超棒的一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大家都很讨厌看文字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这本书 是我目前遇到 最接近 我自己的书 传递的观念 所以我觉得 看这本书的时候 有一种 哇 这好像是把我的观念 变成漫画一样 所以它是像漫画一样 连小小的孩子都可以看懂 当然它是没有注音的啦 可是我觉得 你可以带着它看 它也可以理解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 因为它里面啊 提到了很多很多的观念 都是跟我的观念很像 就是你看哦 它会有很多那种漫画的呈现 所以就变得比较容易 然后也比较简单易读 如果你是一个 不喜欢看字的人 你可以买这本书来看 因为它就是漫画的 很容易阅读 然后我刚刚提到 他的老公是一个理工人 他不喜欢做事没效率 然后想要学习 这个收纳的规则 所以如果我先去 学一些诀窍的话 我就不会浪费时间 我就可以省下这些 找东西的时间 所以他就去考执照了 他考了整理收纳的顾问 这里面有分成三级到一级 三级可能是可以 整理自己家里的 然后二级 然后一级 对不对 那一级的话 就可以从事这个 收纳整理的工作 我本人呢 也有日本JALO的 一级的执照 对理科先生而言呢 他是想要学一些诀窍 然后看看自己 可不可以省下 这些整理的时间 而且理科先生很棒哦 他去跟他的太太讲说 凌乱啊 不是问题 时间才是 因为东西会弄坏弄丢 都可以补救 但是当你的时间 过去了之后 就不会再回来 有没有觉得超有道理的 你每天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整理找东西 收东西 清扫等等 你真的好烦耶 就是会觉得很烦躁 可是你想想看 当你不用去做 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省下的时间 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甚至你拿去睡觉都划算 对不对 你去想哦 时间就是金钱 如果你可以省下时间 你也省下金钱 你也省下空间 其实超划算的 他就有提到就是说 时间过去之后 就不会再回来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 把东西整理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多出时间 不知道大家之前 有没有看过我的直播 我常常提到 我自己的一个观念啦 时间等于物品等于金钱 当你的东西越多 你的时间越少 所以如果可以 你让你的东西减少 你的时间就多了 整天在那里有东西 你也很烦耶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可以让你的东西 变少的时候 你就不会那么烦躁 就不会觉得 我好像整天都在收纳整理 然后呢 他就觉得 家事啊 不是太太一个人的责任 全家人应该要同心协力 一起动手整理 这是不是很感动 讲真的 我也觉得 这个观念很重要 很多时候 先生去外面打拼赚钱 他就觉得 回到家 如果觉得家里很乱 他就会觉得 哦 为什么 老婆好像在家里都没做事 不是哦 你要想一下 你老婆一整天 在家里他要做多少事情 如果你可以换位思考 换老婆去赚钱 然后你自己在家 你要雇小孩 接小孩 整理 做家事 然后做各种各种事情 然后你的时间都被打断 你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天哪 老婆超辛苦的 所以 如果你觉得老婆整理的不好 很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那 请你帮助他 好不好 如果你有 你有更厉害 你帮助他 你们一起做 共同分摊 假设老婆每天要做20件事情 你可以分摊5件事 对他来说 就轻松很多了 不是吗 而且不是你帮他 是你们一起做 我这个家是你们一起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啊 零乱没有关系 家里很乱没有关系 因为只要有人在里面生活 一定到处都是东西 这个观念啊 很重要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家好像怎么整理 过一阵子就会乱 一定的 只要你有住在里面 一定会乱 我举个例子 餐桌现在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的 可是呢 现在你们在吃饭 把所有碗盘啊 什么什么放在上面的 对不对 你们开始吃饭 吃吃上面可能会滴到汤汁 可能会有饭粒 可能会有吃过的碗 那如果你还是放在那里 那他就永远乱在那里 对不对 可是当你吃饱了 你把这些东西收拾好 把桌子擦干净 他是不是又恢复到 原本干净的状态 就是这个循环而已 所以如果你看到乱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循环的其中一个角 就只是这样而已 不要觉得沮丧 每次当你家是乱的时候 你就想想我现在这是在这个循环的其中一个角 等我收拾好之后 他又会变成整齐的这个状态 你到处都是东西很正常 不要沮丧 不要觉得难过 你要慢慢的去转型成 可以用完立刻收拾的家 这样就很重要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餐桌的例子 如果你的餐桌上面还放电歌啦 奇奇怪怪的卡式炉啦 有的没的 橘子大树 一大堆东西 就算你把上面的碗盘收掉 上面是不是还是有一个角落 通通都是这些电器 还有用不到的东西 甚至有什么衣服啊 报章杂志都堆在上面 不好 所以你应该要去想 最完美状态是净空 那这个净空呢 就是我的after对不对 那after之后 你是不是在弄东西的时候 又会变成before 又是凌乱的状态 没关系 你只要记得after 是什么状态就好了 在你凌乱的过程 最后恢复到 before又变成after的时候 又变成齐了 所以你去想 这个凌乱就只是一时的 到最后可以立刻收拾好 所以呢 收拾这个意思呢 就是用完 然后立刻归位 就是你只要用完 你就把它放回去 用完就把它放回去 听起来是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但大家都做不到的 原因是什么 会觉得说 我先 我先放在这里一下 等我有空再来洗 我碗先放在水槽一下 等我累积到一定的数量 我再用洗碗机洗 结果就这样 越堆越多 不要有那种 等一下 没有等一下这件事 因为这么多的 等一下累积起来 之后它就会变一件 很麻烦的大事 等你回过头来 你想要整理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月了 是不是 或是一个礼拜了 你放在水槽的碗 你现在立刻洗起来 是不是你就少了一件事 可是没有 当你每天每天累积 一大堆的时候 你的水槽已经有太多 等一下 就超麻烦 用完立刻归位 很难对不对 对 很难 可是你知道吗 像之前呢 参加过我的挑战营的学生 或者是说 上我的课 去学会收纳整理的人 发现 这个其实不难 只要你东西少了 你要马上归位 一点都不难 你之所以没办法归位 就是 它根本没有家 亲爱的 你根本从头到尾 都没有设定他的家 所以你们的卡士卢 才会放在餐桌上 懂我的意思 他后来就先跟他的老公 尝试整理一下 他们的书柜 然后就发现 他的书柜太挤了 都塞满书 所以没有缝隙 那没有缝隙就放不回去 对不对 你放不回去 这些书 就会散乱在世界各地 这个永远都是这样 所以呢 他们就教他一个方法 是把你所有的书 通通拿出来 然后俯视 由上往下看 有很多书 根本不会再看了 甚至你拥有的书 比你想象中的还多很多 看了那些书之后啊 就发现 这些书 好像就是我过去的自己 成群结队的 在啵啵啵 一直冒出来 它就会感觉不太好 你们一定也会有这种感觉 不管你在整理 你过去的饰品啊 衣服啊 书等等 你都会觉得 哦 我以前怎么会买这个东西 或者是 我以前好瘦 我现在为什么穿不下 会有很多过去的自己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不想要看的这些书 清掉的时候 如果有怀念 或是你舍不得的 比方说 这本书啊 我小时候很爱看 可是我现在不会看 你可以用手机拍下来 神奇的事情是 当他们把所有的书 全部整理完之后 清出一大堆书 你可以学它 它是把他们 清出来的书 全部都把它叠成 一座山 像这样 它把它不要的书 叠叠叠叠叠叠 叠高对不对 为什么要叠高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因为就会让你看见 哇 我很棒 我清了这么多 这种感觉真的是超美好的 他们多出了空间 可以放之后 你看哦 这里写 这里 就是它清出的那个空间 可以放的时候 当你有多余的书 或者是你看完的书 你要放回去 这里就是空间 所以你就可以马上归位 为什么没办法归位 就是没位 没位就没办法归位 可是当你有位置的时候 是不是东西都可以 很轻松放进去 很轻松放进去之后 他们家自然而然 就会变整齐了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接下来 他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创造空间的时候 不要再买收纳工具 这很重要 讲真的 买错收纳工具 比不买还惨 因为呢 你买各式各样的收纳箱 收纳盒等等 真正的整理 是整理空间 多出新的空间 而不是让空间变少 你买了更多的收纳箱 把这些你不要书都装起来 你家更小了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整理是 你只要丢掉 你不需要的东西 不需要收纳品 像刚刚的书柜这个例子 我的书柜全满 我应该怎么办 不是再买更多的书柜来放 不是再买更多的箱子 把不要书放进去 不是 是把不要书清完 书柜自然而然 就会有空间 你就可以放了 好 那他有提到 如果要整理 要从哪里开始 他提到就是从玄关开始 因为你要整理的对象 比较少 大概就是只有鞋子而已 玄关大概就是有鞋子嘛 地方少 你就可以快速的完成 而且那个效果 显而易见 我整理完了 一个鞋柜 马上看得出来 哦 少了很多东西 那步骤怎么做呢 第一就是把所有的鞋子取出 你要看一下这个现况是怎么样 我到底有多少鞋子 结果呢 他把他的鞋子清出来 之后发现 妈呀 我们超多鞋子 你看 清出来 超多鞋子 对不对 各式各样的鞋子 可是真正有在穿的很少 所以呢 他老公呢 就叫他把鞋子分成两类就好 分类工作只要分两类 一个就是 可以毫不犹豫丢掉的 毫不犹豫丢掉 包含什么 尺寸不合啊 老旧坏掉啊 脱皮等等 这一类的 就是你可以毫不犹豫的丢掉 另外一个就是 你没有办法立刻丢的 就这样 两样就好 为什么只要两样就好 因为当你的选项太多 比方说这个要捐的啦 这个要给隔壁上的啦 这个怎么样的啦 这个可以拿去修理 你的选项越多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辨认 选项越多 你就会犹豫不决 那这个到底是要给隔壁阿嬤 还是这个要拿去修理 你就会想太多 不用 就两样就好 一个就是毫不犹豫的丢掉 一个就是 没有办法立刻丢 就这两个 那毫不犹豫的丢掉之后 你是不是只剩下 无法立刻丢 就是你现在要穿的 对不对 你再来辨认 鞋子 很好分辨 因为鞋子 一千 你就知道 就像我之前在Podcast提到 我有一双很美丽的新鞋子 结果一穿了之后发现 妈呀 我根本就是灰姑娘 她的姐姐 我后脚跟整个流血 然后大概破了一个这么大 就50元的洞这样 痛死 所以像这种会痛死 会磨脚的 不用了 送人 好 有点大的 你穿了就是狼狼 要么就是去家电 鞋电 不然就是真的不合你的脚 好 掰 然后再来 太老旧的 已经很旧 旧到就是上面的脱皮啊 然后就是很脏 一穿别人就觉得 哇 你是怎么回事的 这种 太老旧丢掉 还有底已经磨平了 这个很重要 当你的底啊 已经磨平了 没有止滑的效果 如果你下雨天穿出去 裂拔戏 很危险会滑倒 所以像这些 你觉得不OK的 都把它清掉就OK了 在整理的过程 她突然有一双鞋子 非常非常舍不得 就是一双 她刚出社会的时候 买了一双 名牌高级的鞋子在这里 然后她就觉得 这双很漂亮耶 而且很贵耶 但是我就是穿不到 然后她老公就跟她说 你想要把空间 留给穿不到的鞋子吗 各位 如果你在断手里 鞋子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抉择的时候 请你想一想 她老公说的这句话 你想要把空间 给穿不到的鞋子吗 我每次看到那种 对鞋子很犹豫的人 他把鞋柜打开 对不对 看到一堆鞋子 然后他又会把它关起来 就觉得 正知道了 诶知道了屁 给我打开 然后他又把它打开 他就觉得 很难面对很多鞋子 就是就算不穿 也觉得当时买很贵 老公跟她讲 如果你想要把空间 留给穿不到鞋子吗 房子才是最昂贵的 有没有一种急事感 就是我最常讲的 空间才是最贵的 当你把你的空间 换算成金钱的时候 你花了一瓶 在储存 你不会穿的鞋子 这一瓶可能要30万 可能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 因为地点不一样嘛 例如说像在我们 虎尾乡下 我们一瓶可能10万 好不好 那如果在台北 可能100万 你花了100万 再储存一个 你不会穿到的鞋子 何必呢 当你清出来 之后你会发现 哇 我又赚了100万 是不是 然后再来 你们啊 如果把空间拿来放 没有用的东西 其实最浪费的是 各位 空间拿来放 不会用的东西 真的超浪费 我每次看到他们 就是可能会有 一个空间里面 都是放搬家后的东西 你已经搬家N年了 你东西还放在那里 你不觉得这空间 才是最大的浪费吗 那一样的 回到他的鞋子 高价的鞋子 舍不得 他老公就跟他讲 舍不得 不然你就留着 然后你有机会多穿 如果你有听过我的直播 你可能会听过 我常常讲一个例子 我有一件皮衣 13800 是不是超贵 可是我只穿了两次 因为我舍不得 结果第二次就 呼气坏掉 那如果我可以 每天穿它 13800 立刻赚回来 还很会合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 很高价 然后你又舍不得 你就每天穿它 好不好 每天穿 然后一直整除下来 就觉得很会合 贪掉贪掉 是不是 他老公跟他说 不然你就留着 然后有机会多穿的时候 他就讲了实话 那个鞋子比较窄 所以他穿了脚背 拢进去的时候 脚背会鼓起来 然后很痛 这就是原因 你们一定有听过我讲 可视这件事情 当你的鞋子 或是你的衣服等等 你穿了 会有可视的 都可以丢掉 就跟这双鞋子一样 他知道它很贵 它是名牌 可是他穿了 他的脚背鼓起来 很丑 很挤 又很痛 这就是可视 只要有可视的原因 你以后一定不会穿它 后来他突然明白 执着的点 就是太浪费 觉得把这双鞋子 丢掉太浪费 因为它很贵 当时花很多钱 可是他老公 指证他的是说 不使用才最浪费 有没有有一种 我的名言的感觉 你不用的最浪费 舍不得最浪费 所以他后来 立刻把它丢掉 觉得这个不适合我 其实如果是我 名牌的鞋子 如果还能穿的话 我不会立刻丢掉 我会捐给有缘人 也许 另外有人的脚背 是瘦的 也许他穿都会很好看 等等 对不对 当他丢掉 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那种 按着的感觉 一扫而空 当他事后过了一阵子 他在想起 那个高级的鞋子的时候 他没有那种 舍不得的感觉 而且他反而觉得 耶我的鞋柜变空了 各位 如果你们觉得舍不得 觉得丢东西 很浪费的时候 你真的试试看 你丢一次 你就会上瘾 这样是我很过分 丢一次 你就会上瘾 你有一个 不需要用到的东西 你把它清掉的 那个同时 你当下可能会觉得 这就好 这个送给别人 那样好 之后 过一阵子 你再回头看 你根本压根 想不起来 你到底送掉了什么东西 压根想不起来 那个东西 曾经你有多舍不得 真的想不起来 他也说 他丢了一堆鞋子之后 他想不起来 而是他看到 空出来的位置 才感觉 我好像真的有丢东西 所以各位 你现在要丢东西的时候 很痛苦 可是当你丢了之后 你会发现 得到这空间 才是最爽的 而且过一阵子 你再回头看 你想不起来 你丢过什么 就像我曾经 有遇过一个客人 清掉两百包 最高记录是两百包 但是当他回过头来 看到他有一个 干净整齐的房子 他有点想不起来 那两百包里面 到底有哪些东西 真的想不起来 你反而会把你的焦点 放在享受美好人生 的这种感觉 家啊 明明是一个 生活的场所 可是到最后 都被大量 不需要的东西 给占满 所以我们要做 第一件事情 就是减少物品 好不好 减少东西 就会差很多 有时候啊 他就觉得 为什么 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我比较能静心 比方说去一个咖啡厅 里面有插座 有好听的音乐 还有好喝的咖啡 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我就觉得 可以安心的 在这里工作 可是 他老公就立刻跟他讲 哎亲爱的 我们家 也有插座 也有音乐 也有好喝的咖啡 还不用带笔电 跟你的资料出门 那为什么你不要在家里 结果他就发现啊 他在家里东西太多 会昏昏欲睡 很想要睡 你知道在家里 床就在旁边 就想要睡觉 再来 你会被其他的东西分心 所以你就会心服气躁 刚刚前面提到 如果你的书桌东西少一点 你比较不会分心 重点就是这样 而且 乱糟糟的地方 就是让你心服气躁的来源 你回去的时候 会觉得 有够缓 然后你就是很难专心 所以 他的老公就教他 客厅要怎么整理呢 从哪里做起呢 如果 你的客厅啊 会很乱的原因 是因为 家里有三个人 你们都共同在用 这个公共的区域 所以一整天都在这里 大家的东西都散乱在旁边 看起来就会很乱 所以 当你看到眼前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不知所措 不知道 大家有一个开心经历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出 绽放一下的东西 我刚刚就提到 不要等一下再整理 不要再绽放了 所以 他说 请你找出绽放一下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些绽放的东西 让这个空间不停的弄乱 我买回来的菜 我先放在地上绽放一下 我的包包先放这里 我的外套先绽放一下 每一个地方都绽放一下 导致你的客厅超乱 所以 不要再绽放了 可以丢的就直接丢掉 例如说 你可能在茶几上看到一个 不要的DM 好 这就可以丢掉了 看到一个小孩 N年前的作品 这个就可以直接丢掉 你马上认得出来 可以丢的 就不要再绽放了 就直接丢掉就好了 你为什么 不管怎么收 都会乱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绽放的这些东西 你下次又绽放 又绽放 不管你怎么收 都会陷入这个无限循环里面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随时留意 我现在好像忍不住 又想要把杯子 绽放在那个地方了 在你要绽放的那个同时 就 不行我不能这样 我要把它拿去 它真正的地方放好 不要再绽放 你家里就不会进入 这个无限循环里面 好 再来有一个重点 你一定要俯视拍照 俯视就是从高一点的地方拍照 这个呢 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原因是 因为山下英子也有提到 就是说 当你俯视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 就像老鹰飞在天空 你所有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 可是当你平视的时候 你只会看到这个平面 你就觉得 不然先这样 你就觉得这样放好了就好了 可是当你俯视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天哪 我拥有的东西有这么多 而且俯视往下看的时候 你头脑比较清楚 所以呢 俯视的 你就先拍一张俯视的照片 从比较高的地方拍 再来呢 再拍一个 往前看的照片 看那个照片的时候 你可以确认 诶 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归位 我跟你说 超神奇的哦 如果 你就只有 眼睛这样看 你会觉得 没关系 这样就好了 可是呢 你看照片的时候 你会对 诶 右手边 神秘啦 你就会认真看那个照片 然后或者说 这里怎么那么挤啦 那后面那个是什么 黑黑是什么 你就会 看照片的时候 你反而很清楚的 看到你的盲点在哪里 所以呢 拍照啊 你就会发现 诶 有很多东西是有家的 那你就把那些东西都归位 一个是拍俯视的照片 一个是拍 视线高度的 就是这样 平视的 一个是俯视的 你用客观的角度去看 你会发现 一件神奇的事情 东西 最容易放在你 触手可及 就胸部到腰部的这种 诶 随手就可以放下去的这个位置 请你不要把东西放在这里 只要你东西放在那里 眼前的这些平面 全部都会很散乱 对不对 一有空隙 你就会想要把东西塞进去塞进去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在这个平面上放东西 在我们去过这么多收纳整理的案子 我们都会把这些平面进空 当你的桌面 台面 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 看起来就是整齐的 真的就是这么棒 像我们啊 去教人家收纳整理的时候 把它所有包包 全部排在地上 它俯视的时候 它脸歪掉 原来我有这么多包包 就是当你俯视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东西有多少 还有 如果你要整理的时候 请你记得一件事 你要去知道 收拾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去规划 实际去做的那个方法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收拾吗 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永远进入这个 为了收拾而收拾的回圈 哦就觉得 哦现在超乱 然后你就开始直接动手做 你直接动手做 就是瞎做 不好 那怎么做 如果可以你先想好 你心中的蓝图是什么 我希望 我的鞋子都能放得下 我的鞋柜 不要再散乱在外面 就这样 有一个蓝图之后 你去做 你就知道 断舍离完 所有鞋子都能集中到这个鞋柜 我就可以做得很好 你才知道执行步骤啊 执行步骤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只是瞎做 就像 你没有看地图 然后就开始乱走一通 这样是浪费更多时间精力 他桌哦 如果你想象一下 那个清爽的空间啊 通常都要有很多的平面 所以当你把那个垃圾丢掉 然后餐具归位 把纸张集中到一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 我光只是把东西 有家的 拿去归位 就可以出现很大的平面 所以现在你在听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一下 你桌上有哪些东西 是可以归位到他家的 你把它拿回去他家 你就扫一样东西 扫一样东西 你就会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 你就会越做越好 当开始啊 你要集中的时候 一样一样归位 会花你比较多时间 可是你先把所有东西集中 分成有家的跟没家的 就这样就好 诶 笔记好不好 咱们笔记一下 如果你要把东西集中的时候 你先分成两个 一个是有住处 一个是没住处 就这样 有住处的 你是不是就拿去归位的 但是当你要归位的时候 发现 诶 不行 这个地方刻满了 你就要断舍离 例如像刚刚的书 我知道书要放回书柜 可是书柜放不下 那就代表书柜这个地方呢 要把不看的书清掉 那他是不是就能归位了 第二个 就是没住处 没有家的 如果呢 你看到没有家的东西 你拿起来看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没有家 为什么呢 有可能是你根本就不需要用到它 所以你用不到的就可以直接丢掉了 不要再想了好不好 不要再想 你用不掉就直接等掉 这个是一包干掉的湿纸巾 我不知道它要去哪里 就不用了好不好 它是干掉湿纸巾 就可以丢掉了 这样 那假设它是好的湿纸巾 它可以有一个湿纸巾 卫生纸的家 那你就拿回去那里放 这样是不是就解决了 所以你就分成有住处跟没住处 那他有发现 他们没住处的东西都是很奇怪的 例如说 小孩的考卷啊 学校单子啊 工作勤款单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是什么 文件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文件真的超难整理 所以 他老公就跟他说 那个文件啊 分得太细 各位 真的不要分太细 你只要分太细 你就会做不好 因为你的脑中 就会一下子 把它拆分成太多格了 所以如果可以 你就分简单一点就好了 那怎么分呢 我刚刚有提到 他们家有三个人 所以文件只要分成三类就好 就是 爸爸 我 还有小孩 结束 这样就好 不用再细分了 所以 有三个盒子 这是爸爸的信 好丢去爸爸的 这是小孩的考卷 丢去小孩的 我的 就放在我的 好 结束了 不用分太细的 好处就是 当然 一人一个 档案盒的时候 按照成员来分 你整理的时候 根本不用用脑 为什么 因为你刚开始 如果分得太细 这是我的保险相关 这是我的什么相关 这是我的小孩 保险相关 这是什么什么 太麻烦了 就是成员来分就好了 你们家成员不可能超过十个吧 对不对 就是一家人这样住在一个家里面 不会超过十个 所以当你用成员来分的时候 我的就在我的 你要去找 超简单 你用删去法 现在呢 我要找出小孩学校的资料 会在哪里 会在这三个成员的哪一个资料盒里面 我小孩还是爸爸会在哪一个里面 你用成员来分只要三个 当然你的小孩有比较多个 你也可以分成 比方说我有三个小孩 就是A小孩 B小孩 C小孩 三个各是一个资料夹 那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你知道吗 你在找的时候 你是不用脑的 因为你用删去法 我的小孩的东西 不会在我这边 也不会在爸爸那边 就在小孩那里 那你就直接从小孩 那一个资料盒里面去拿 就算你要把全部的资料拿出来 也就只有小孩资料而已 就很轻松 所以马上可以找到 绝对在这里 对不对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 东西不会在我的里面 也不会在爸爸里面 也不会在别的地方 所有文件都在这三个盒子 而且小孩就在小孩里面 绝对在这里 这种感觉超爽 你就觉得 我马上就可以找到 我现在立刻找给你看 对不对 这种感觉就是超棒 因为你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我知道在哪里 对不对 再来 收拾跟填满空隙不一样 大家知道有一个名言 叫做垃圾整理好 只是整齐的垃圾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很多时候 我看到那种填缝系高手 我应该说阿桑 都是堆叠高手 堆叠高手 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他可以 这里再把它串起来 这里再把它串起来 然后再用一个杂盆 再把它串起来 再把它串起来 每一个东西都把它弄到极限 善用空间到爆炸 但是他储存了很多 他用不到的东西 这个屋主也是一样 他的老公就跟他讲说 收拾跟填满空隙 是不一样的意思 如果你只是把细缝填满 就好像你去参加那个 马铃薯装到满的比赛 就是用一个袋 看你可以装多少 你就可以得到多少马铃薯 这种 所以你的家如果只是填缝系 就很像俄罗斯方块 这里吹一脚就把它填满 这里吹一脚就把它填满 收拾这件事情 是你要用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取出来 而且它放在一个 你知道的位置 这才有用 你东西都把它填不好 没用 你找不到 我有收到 我知道可能在 这样没用 填缝系的方法是没用的 很多人会误会收纳这件事 会以为收纳就是把缝隙都填满 你的东西放得全满 我知道那放在后边 我拿不到而已 没用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应该要把所有东西拿出来 就像他的餐具柜放的满满满 所以他老公就说那你把全部东西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分类排放 依照种类 比如说这是碗啊 这是盘子 这是锅子等等 好的把它分类好 然后再依照使用频率 这一年来你从来没有用过的 基本上你就不会用到了 你可以把它送给别人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分成 偶尔会用 还有使用频率最高的 好 各位请问 如果柜子有靠近你的这个前面 跟比较后面的地方 请问常用的要放前面还是后面 看有大家有临近吗 哦对前面很棒很棒 前面就是好拿的地方 对不对 好拿就要放一均 一均就是常用 常用一定要在最前面 你顺手就可以拿到 偶尔才会用到 就可以在比较后面这一排 我需要的时候 再从后面这样拿 这样就很方便 所以各位真的要去买这本书 因为它讲得超清楚 你看 所有的东西放到这样 就是很满这样 你要拿就算看到那个杯子在后面 你都不想拿 太麻烦 你还要把前面移开才可以 拿后面的东西 所以这样是堆叠高手 这样不好 可是呢当你把你的东西 依照它的类别都把它拿出来 分类好之后 把用不到的清掉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本来的东西都放得太拥挤了 他就发现 把不要的清完之后 还有找到一盒酒杯 明明知道这些酒杯 用不到 可是硬要留在家里 然后他老公说 这样子才是真的对不起 这些东西 你想一下 你几世人都用不到 你就是要把它放在那里 到底要干嘛 他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妃子 你就会 你真漂亮 然后就把它放在那里 然后都不撩他 对不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让他流通出去 给需要的人用 就像我们家有要喝酒 那我们有酒杯 那我们就一定会好好使用我们的酒杯 可是也许我们家没有在泡茶 我们家用不到茶杯 我们把茶杯给 有在泡茶的人 他是不是就可以好好善用那个茶杯 这样不是超棒的吗 对不对 所以当你餐具少了 你的柜子就不会那么拥挤 可动的范围变大的时候 收拾就会很容易 接下来我要讲到一个关键 厨房整理 每一个人都觉得 要死我进去厨房 会有一种心浮气躁的感觉 视线都觉得很杂乱 而且想要的东西 没有办法马上找到 就是代表物品超量 你东西太多 我常常看到那种厨房的抽屉 有一拉开 里面全满 下面有锅子 上面有碗 然后还有一些塑胶袋 保鲜膜 全部塞在一个抽屉里面 你问他说 他说这里很少用 一定的 你塞成这样 你一定会很少用 因为你压根不想打开它 对不对 所以当你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 他就发现一件事 我有收纳 我有买很多篮子 把东西都放进去 我有收纳 但是我没分类 亲爱的 收纳了 没分类跟没收是同样的 你每一个篮子里面都没分类 这个篮子里面可能有 干货也有粉 然后也有清洁剂 什么物味 全部都放在一起 你没分类等于没收啦 那就是没好就对了 所以你把所有篮子都倒出来 里面东西都清出来 把它堆成一起之后 你仔细看 如果有过期的 然后用不到的 或者是只剩下一点点的 甚至是你想不出 它是什么用途的 常常有这种 比如说他拿起一个东西 我问他说这是什么 他说这是什么 他还问我 连你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就可以拜拜了 所以呢 找出这些把它清掉了之后 再依照它的用途来分类 例如说有粉类啊 干货啊 瓶瓶罐罐等等 那你不是有买很多篮子吗 瓶瓶罐罐一篮 干货一篮 然后粉类一篮 然后什么食物一篮 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楚 这样就很好找 当你把它放回篮子 直立摆放的时候 用完的东西就放在最前面 你就会知道 你常用的都是靠前面的 比较少用东西 就会在篮子比较后面 对不对 你以后要断手离的时候 就从后面那里开始挑 因为最常用的 都会一直在前面出现 用完就放回去 用完就放回去前面 所以后面东西就可以拜拜了 有没有觉得这本书 超级实用 被我讲了之后更实用 有没有 有吸收到吗 再来就是衣服的整理 他的老公很聪明 他把它分成四种类型 整洁 常穿的 这个就是常常在穿 然后又干净的 对不对 这就是生力军 一军 再来 破旧 但是有在穿的 你常常在穿 可是看起来 它就是有污渍啊 破洞啊 脱线等等 这种的就是 比较需要淘汰 比如说啦 抽轻的衣服 大家知道抽轻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我想一下 抽轻的国语是什么 欸各位 如果懂台语的 帮我想一下 抽轻的国语是什么 我突然忘记 不知道这怎么形容 总之就是 拿来 居家用吗 像抽轻的国语是什么呢 就居家用啊 常常穿的这种 破洞的 随便穿 所以你如果有这种 破旧 但是有在穿的 它就会是你淘汰的对象 它可能有污渍啊 破洞脱线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丢掉 再来一种 就是整洁 可是没在穿的 比方说正式服装 或是名牌服装 这一类 它是干净的 也是整齐的 可是它你没有在穿 这一类的 你就可以把它送人或卖掉 再来 破旧 又没在穿的 这就算了吧 破旧又没在穿 就可以直接丢了 所以你分成这四类 就很好找 一样的哦 把所有衣服摆出来 然后俯视它 你会突然觉得 变得很洒脱 整理衣服变得很容易 这个作者 他有发现一件事 因为他以前也是 百货公司的员工 他算是蛮会折衣服的 可是他的抽屉 全部塞得满满满 各位你要知道 如果你的五斗柜啊 打开对不对 很满很挤 然后你连放进去都有困难 接下来你就不会想要 把它打开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发现 哇塞 连拉开都很难拉 我根本就是一个 装到满达人 所以后来他就把所有抽屉 通通倒出来 大家一定要学这个方法 我觉得这个方法超棒 全部倒出来 有的人会觉得 哈里面的衣服 我有折好耶 我确定要这样倒出来吗 不 就是要一口气倒出来 你就像是那种 砂石厂的那个 砂石车这样 你就想象你的每一个 盒子都是砂石车 耶 我们要开始倒咯 我就把它倒倒倒 倒成一堆 对不对 然后你把每一个 你都折好的衣服 摊开来看 为什么要摊开来看 摊开来看 最仔细 你就会发现 诶我这件有折好 可是折了在那里 恩年了 我从来没有拿来穿过 结果打开来看 泛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把全部都倒出来之后 依照我刚刚讲的 那四个方法 整结有在穿 破旧有在穿 或者是整结没在穿 或者是破旧没在穿 这四种类型 然后把它分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诶不要的都清掉了 然后不会穿的也送人了 真正有在穿的 放进去的那个抽屉 不要满到超过七层 就是说你至少要保留 三层是空间这样子 然后那个空间呢 保留在内侧 什么是内侧 比如说你的抽屉是这样 是这样 把它扭出来 对不对 那这里是外侧 外侧就是放你常常穿的衣服 内侧这个是空间 空间要保留在内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衣服放进去的时候 你会先从前面这边 靠近你的地方开始放 所以是不是这些衣服 就会往后 空间并不是保留在前面 是保留在后面 让这些衣服会自己往后走 这样才对的 然后像这样子就会 比较轻松 你可以把衣服放进去 然后比较好拿 那折衣服的方式 也要加一同一 就是你要去看一下 你的抽屉的深度跟高度 怎么折比较好 记得哦 当你衣服折好的时候 这个凸面 就你折好变成这样嘛 凸面是要朝上 如果你这个要咬的地方朝上 你很容易拉到别件 好 如果你有那种犹豫不知道该不该丢的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保管箱 然后写上日期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 他有提到一个小朋友收纳的规则 这个写的超好的一个 他的小朋友的东西 很容易 他一回到家东西就会散乱 他妈妈不管怎么念他 他都没办法整理好 爸爸理科脑 对不对 他就用了一个贴纸 然后上面写123 比方说他写1 放书包 那这个感觉真的超好 连我都觉得有一种玩游戏的感觉 因为他回到家 他不知道顺序是什么 那你无止境定 去洗手去洗手去洗手 放书包放书包 放鞋子放鞋子 但是当你把它变成执行步骤 123的时候 我用这个爸爸的举例 1放书包 2充电GPS 可能他们有一个GPS 小朋友的手表 3单张讲义收纳 就讲123三个步骤 小朋友走过去的时候 他就会先看1要做什么 然后就发现他的柜子 书包那里贴1 然后他就会去把书包放了 然后再来看2 2的贴纸在这里 充电手表 他就把手表放在2 看到盒子上面写一个3 他就知道 我要把我的考卷放在3 是不是很好玩 对不对 如果有执行步骤的123 我只要照着那个贴纸 然后在我的动线内 把这些事情做完 都不用我妈妈念 我都知道东西要怎么弄了 是不是 我觉得这也很适用老公 对不对 1洗碗 2什么什么 就是有看那个贴纸 依照那个贴纸开始执行 这样很有趣 他这边有提到就是立体作品 然后作品应该要怎么用 我卖个关子让你们去看这本书 它是怎么做的 还有手机的照片要怎么去分类整理 甚至是实体的照片应该要怎么分类整理 就在这最后一张卖个关子 让大家去看这本书 最后他有提到一个观念 我觉得很棒 就是他说收纳整理啊 是小小的事情规律的去进行 你想想看哦 你每天都做每天都做 你就不会累积这么多事了 对不对 不累积小小的麻烦事 就不会有大大的压力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现在会觉得压力很大 你觉得你收不完 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 你把那些很麻烦的事都往后延后了 结果最后它变成一个超大的压力 所以如果可以 从小地方开始 你有了成就感之后 你就会一直想要整理 讲到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 我日历书 我的日历书啊 就会有 我之前有开放 给那个体验大使 先体验个七天 他们一收到的时候 会觉得他任务会不会很难 就会打开发现超简单 比方说 请丢掉一张不要的广告纸 然后他就觉得也太简单了 我不能只有丢一张 所以他把所有广告纸清出来之后 他可能丢了八张 还有 请清出一张不要的婚礼小卡 假设是这样 结果那个人清出了150张婚礼小卡 因为他发现 他整个抽屉都是婚礼小卡 很多人都已经离婚 甚至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就像这样 超好玩 所以如果你从小地方开始进行的话 一天一点点累积成就感 你就会越做越好 而且会越来越想整理 当你的空间舒服了 人就放松了 所以不要把你的麻烦事留给未来 很多时候啊 你觉得啊 这件事好麻烦哦 现在要做好麻烦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一口气 先把这件事先做完了 你反而会因为整理完了 然后留下更多美好的时间 可是如果你延误了这件麻烦的事 他只会越来越麻烦 就像这个理科先生说的 有一些事很麻烦 没错 可是当你是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的时候 你放着不管 他就会累积更大的精神压力 所以如果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尽快完成 你就会身心舒畅 与其把你的时间花在找东西 不如跟家人好好的一起坐在沙发上吃零食 对不对 你的家人也一样 如果你们在一起执行这些整理的时候啊 请你对你的家人信心喊话 就是说哎 你很棒 你做到某一些事了 不要一直唱衰他 不要一直骂他 因为没有人喜欢背念 假设你今天突然发现你老公有把他的袜子丢回那个篮子 你很棒 你把袜子放进那个篮子了 你做到 你很棒 来大家帮他鼓掌鼓掌 这样 他就觉得有点拍谁 然后他以后就会好好的把袜子放好 对不对 你也可以鼓励人家人 比如说你的小孩玩具很乱 可是他今天好不容易把他的玩具有放回那个篮子 哇你可以做到这样很棒了 那个小朋友会很有信心会越做越好 等他越做越好之后 你再慢慢的提高难度 如果啦 你一开始就给他一个很高的难度 就说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要把你的衣服减少一半 你应该把你的玩具减少一半 他就会找各种理由 然后下不了手 做不好 如果可以 你先降低标准 跟他讲 我们重要的东西都不会动 我们只先看哪一些不需要 把不需要挑出来就好 比如说 我不会丢你的玩具 你只要帮我把已经破掉的 坏掉的 我们清掉就好 也许他今天清了两个玩具 接下来可以清20个玩具 就是会慢慢的提高 那个标准他会越做越好 所以你也可以跟他讲 我们让不要的东西出去之后 就可以让新的东西进来 我们把不要的玩具丢掉 我们就可以再买新的玩具哦 他也会觉得更有信心 老公也一样 也许说 我们把不要的鞋子清掉 我们再买一双好一点的鞋子 穿起来更舒服 这样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 你们听完今天讲这本书 理科先生焕然一心整理术 你们一定都有办法把自己家里整理好 是每天一点点 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得更好 那也祝福大家都可以 有一个清爽美好整齐的家 那别忘了把我的YouTube追踪起来 里面有我讲了很多很多的书 点一篇 然后放着听 你绝对会有很大的收获 因为我的声音就是最好的动力 好那今天的直播到这边 很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拜拜